人在旅途 交通安全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应急车道是提供给车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临时停放等待救援 或者是遇到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的时候 专攻保障救援车辆赶赴现场的通道 但是有的驾驶人却随意把车停放在应急车道上 近日 山西高速交警巡逻至合保高速运程段时 发现一辆轻型货车停靠在高速应急车道 既没有开双闪 也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 车上两人正在路边采摘槐花 看到交警来了 才急忙返回车内 经询问了解 两人在途经此路段时 发现护栏外槐花多且新鲜 于是忍不住停下车来 想着去摘些槐花尝个鲜 高速公路飞机行动一下 应急车停车罚款279分 你在这停车摘槐花 这个明显都不属于应急情况 再来看江西高速交警在巡逻时 发现的这辆白色轿车 开着双闪停赛应急车道 两名男子就站在车旁 原来这辆车停在路边 是为了解决车里人员内急 在简单了解情况后 将警将车辆引导至前方高速收费站进行处理 4月1号以后 新交规就开始正式实施了 在高速公路上 停车是非常危险的 由原来的驾证机6分 改成的驾证机9分 交警再次提醒 高速公路违法停车 不仅给自身造成不安全因素 也会给过往的其他车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尤其是在夜间等视线不良的情况下 极易引发事故